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收纹在十字线上面 那我在节目上讲过 说十字线没有跌破 基本上这个行情就是多方的走势 看法不变 当然最终还在选股 还在选股方向 那这两天我一直跟 从上礼拜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8033的雷虎 你看今天又攻掌停板 这个无人机的商机非常的大 那这里呢 它只有二十几块钱而已 我之前我记得在 上个月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说 二十几块钱的雷虎 二十几块钱的雷虎 实在是太便宜了 因为它未来的获利能力 是爆炸性的成长 在这个需求扩增之下 所以我们待会再来谈 我们待会再来谈这个雷虎 那雷虎呢 攻上去之后呢 还有什么样的股票 因为雷虎已经涨五成了嘛 它已经涨五成了 我到现在认为它还是没有涨完 它后面还有空间 那除了雷虎之外呢 接下来有什么股票 也可以上攻到五成 甚至挑战一倍的股票 这是我今天呢 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的 要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的 好那在解盘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投资朋友问的问题 这个林小姐问到2603的压力 还有陈先生 陈骏诚先生问到3141的压力 这都是铁粉啊 他们都会来问这个问题 没有关系 你一直要来问呢 我一定会尽力的帮你来回答 希望你能够在股市里面赚到钱 这是最重要的 好我们看一下2603的压力点 2603长荣 基本上这档个股 我们如果要讲它的基本面 其实它基本面其实不差 那如果说以它今年的获利能力来看的话 它目前本益比大概一倍而已 那为什么一倍它不会涨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呢 目前这个市场上这个资金 还没有全面性的回笼 如果我认为市场上 全面性的信心开始恢复的时候呢 那像这种个股呢 它应该会开始往上面涨 那我认为呢 它这档个股呢 目前来看它这边是一个 它这边是一个 它就减支嘛 减支了一个往上面拉嘛 那现在呢进行一个两波段的下跌 但这个下跌基本上它还没有破低点嘛 所以它这里算是在横盘啊 我认为这档个股 说实在话这里 真的没有什么好卖的 那只是在等它在等这个时机点 等它适合它的时机点来动 那刚才我讲说目前整个大盘成交量 大概都不到2000亿嘛 那它现在给了电子股 那这个行业股就量就不够了 那量不够就很难涨 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主流还不在这个地方 那你说它的获利能力基本上还算是不错的 再怎么差 再怎么差也是有一定的水准上面 那我认为这档个股呢 先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支撑点蛮强的 这个支撑点到125块钱左右 那这个是季线 这条季线它已经翻上去 所以我认为呢 即使它最坏应该也是跌到季线 应该这边就会直跌了 如果说它没有抵到季线的话 可能会进行会在那边做一个横盘 那等到这个季线慢慢的往上扬 往上扬 然后抵到季线以后开始来做一个上涨 所以这个需要时间 所以我认为这档个股呢 先续抱着 那如果涨起来的话呢 压力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涨起来的话 这个短压点目前先看一下 大概在158块钱到160块钱附近 如果涨起来的话 这个地方是一个短压点 先续抱着 OK 好我们看一下下一档个股是3141的 3141 金红 金红这档个股呢 说实在话 它的获利能力其实是不错的 那为什么股价会跌这么深 你看它今年前三季就赚到7块7了 今年应该可以赚10块钱以上 那它股价呢 为什么都没有反应一直往下跌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元泰 元泰其实他把金红的持股卖掉了 元泰本来他要 你知道金红他是帮元泰生产这个驱动IC的嘛 电子标签驱动IC嘛 对不对 那然后呢 所以元泰在涨的时候呢 他在跟着往上涨 但是你看最近这个元泰已经跌不下去 但是他股价还在往下跌 那最主要是因为元泰他本来要入主金红的一席这个董事 但是金红他不让元泰进来 那元泰就把他金红的股票卖掉了 那卖掉然后元泰跟金红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大家会想说 未来这个元泰 他这个单子要下给谁 我认为他单子可能就是 大家会想说单子可能就不会下给金红了 那所以这部分他就导致他股价就一直往下跌一直往下跌 那现在因为跌也跌得够深了 因为他基本上他本业获利还不错嘛 那只是说大家担心说 他未来可能没办法再接到元泰的单嘛 那股价是反映到未来的事情 所以呢他的股价就相对弱势 那他这一波跌得比较惨 那这一次呢跌到72块钱先做个反弹 那并且也正常月线 那我认为这档个股呢 这个短期这个低点区 这个地方已经慢慢打出个底部形态了 所以74块钱没有破 我认为可以续报 那接下来应该慢慢的来做往上挑战 那最大的压力区呢 目前呢在这个颈线位置区 因为这里爆出这个大量 这里我怀疑这边有人在出货 那爆出这个大量之后 你看他一路就往下跌了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出货量 这个在150块 这个地方有人在出货 那跌破这个颈线更加明确了 这个颈线在105块钱 所以未来他反弹上去 105块钱这个压力最重 那正好跟这个季线这个位置区有重叠 那季线呢目前来讲 他每天大概以1块钱左右往下移 所以呢这两个股慢慢的 他如果说未来反弹上去 越接近这个季线 应该季线抱歉修正一下 越接近这个季线 这个地方要就是不要去做追价了 所以这两个股呢 目前102到105压力比较重 短线上先续抱着 等他反弹上去呢 再做一个换股操作 换股操作 好我们再看一下 肖小姐问到这个2338的光照 光照这个地方也打底出来了 你看这个地方也打底出来了 这个底部也慢慢打出来了 那底部支撑已经提高到52块钱 52块钱这个低点区 这个位置区没有破可以续抱了 可以续抱 那他的压力区呢 比较明显的是在这个高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曾经 这个地方快到了 这个地方 因为这里呢 是一个颈线区嘛 他跌破反弹没过 然后再往下破底 那现在他因为盘在震荡往上 他也跟着往上嘛 那往上来讲 这个位置区在63块钱 所以63块钱跟这个季线 大概在65块钱左右 这个压力比较重 所以反弹到这个位置区呢 稍微先减码一下 稍微先减码一下 这个位置区可能压力比较重一点 光照 好我们再看一下3504的阳明光 可以去问到阳明光 阳明光也开始做反弹了 那这次反弹上攻来讲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颈线 颈线在91块钱 所以这次反弹上去91块钱 他正好跟这个季线也重叠了 季线这个地方往下压嘛 所以未来只要反弹接近到季线 或者这个颈线区 这条颈线区91块附近 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大压力点 到这里呢就可以把它先做一个 减码迈出动作 好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都可以传上来 我可以帮你回答 那现在问题我的回答 先告一个段落 因为没有人在问问题了嘛 所以呢接下来我就 开始回到我们的解盘 这个时段来 解盘这个时间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10月20号 我跟大家讲说 台美讨论联合生产这个武器 我当天我记得 我在10月20号就跟大家讲一个重点 我就说这个台美 讨论联合生产武器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转折 千万不要轻视它 因为这个新闻只是掺杂在一些 小新闻里面 它不是很明显 但是我特别把这个新闻抓出来 因为我觉得它对台美的 这个关系呢 还有跟中共三角形的 这个三角关系这里面 这个台美联合讨论生产武器 这一块部分 其实是很重大的一个转折跟变化 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它 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很重大的转折 因为以前台湾跟美国 基本上没有在联合生产武器 只有台湾在缴保护费 给美国买飞机 买飞弹买战舰 对不对 现在竟然出现一个重大的转折改变 就是要一起来生产武器 那么会生产什么武器呢 当时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说 会生产军用无人机 我认为最重要在军用无人机的机会最大 就是803阵的雷虎 我认为它抢到这块商机会最大 为什么是无人机 很多人说老师为什么是无人机 不是飞弹啊 或者是其他的 你看嘛 那如果说你 如果说 台湾跟美国呢 如果合作生产飞弹的话 你注意到台湾的飞弹就不用自己在建造飞弹了 因为我们的飞弹都是短程飞弹 美国其实很怕我们台湾发展出长程飞弹 会威胁到中国大陆 其实台湾如果说其实有核武的话 其实本上台湾就可以独立了 那为什么美国不希望台湾有核武 因为你台湾独立的 美国就收不到保护费了嘛 我们台湾就不会跟美国买武器的嘛 那美国有什么好处 所以美国基本上它会限制台湾的军事发展 你看你说 我说台湾如果有核武 为什么中共就不敢打过来了嘛 其实台湾有一阵子 以前是要发展核武的 因为我们有核三核四嘛 台湾其实有能力来发展核武的 但是被美国发现之后 美国把它制止掉了 美国制止台湾发展核武 对不对 所以你说台湾 既然这个长城的飞弹 它不会帮我们 那飞机呢飞机它也不会 飞机他们要卖给我们 所以它也不会帮我们 共同生产飞机嘛 飞弹也不会飞机也不会 你说战舰也不会嘛 那最大可能性在哪里 最大可能性其实就在无人机上面 因为无人机基本上 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讲过 它这个CP值非常高的一个 战术性的一个武器 那发生两件事情 让台湾觉得 这个无人机要发展起来 我昨天在节目上也讲过 我说第一个就是乌俄战争嘛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上个月的这个 中国大陆 他们中共呢 他们用无人机来刺探金门的军事重地 那刺探之后呢 那当时台湾举国一阵哗然 因为没有不知道怎么反制 不知道怎么反制他们的无人机 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军用无人机 后来才发现到原来这个无人机 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点我就跟大家讲 台美联合军事的合作 联合生产武器 我认为会从无人机开始 那如果从无人机开始的话呢 这档个股的雷虎 它就是最大的受惠的股票 所以我在10月20号刚刚开始 站稳到季线的时候 当时19块钱到17块钱这个地方 我就跟大家讲 这档个股机会会最大 你要把握这个庞大的商机 我在节目上也不止讲一天的 结果你看到 这边刚开始涨的时候都是慢慢的涨嘛 涨一天隔天又开始从开低又拉高上去嘛 你都还有机会来做介入嘛 它还会拉回嘛 那我跟你讲说这个拉回还会再上嘛 因为我跟大家讲 最近这个行情因为大家跌到part 跌到part之后呢 大家不敢做长线了 大家都做短线 都做短电 但是我认为这种无人机 台湾这个无人机国家队 是要成立国家队的 这个不能用短线去看它 我认为要用比较长的波段形态去看它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这个拉回 你还是要把握上车 它后面还会再上 我10月28号再跟你讲一次 这个我在节目上持续的告诉你 我持续看多它 那11月1号呢 我跟你讲说军用无人机的国家队会成立 这个雷虎呢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里面的要角 因为你看台湾没有说军用无人机 没有这个战队嘛 台湾没有嘛 那你现在要用无道有 你不可能用大陆的大江吧 你知道现在无人机卖最好的是大陆的大江无人机 对不对 因为他们占据了这个技术跟成本的优势 所以它卖到美国去 美国基本上有7成的无人机 是中国大陆制造的这个大江无人机 但是我们台湾自己要用自己的嘛 我们怎么可能用大陆的 因为大陆的这个无人机 已经有人在讲说 是不是他们的无人机会把他们 会把你当地用的 假如我们台湾用大陆的无人机 它会把台湾的一些资料传到大陆去 所以当时美国也在打压这个无人 打压大陆的这个大江无人机 也在打压 也在限制它 只是后来限制没有成功 所以我们自己要发展我们的无人机 我们不可能去买大陆的无人机 那我们自己要发展会从哪里发展 从我们自己国家里面找 那现在这档个股 雷虎就是最明显的一档个股 因为它是目前国内能够造出 这种军用无人机的代表股 它能够做出来 所以台湾去各地参展的 无人机的这个展示 都是用雷虎去 雷虎都有去参加 所以我跟你讲说 你千万不能用小鼻子小眼睛去看它 十几块钱 二十几块钱雷虎是相当便宜的 也有你一个月 你两个月以后你会看它 它很便宜 所以你看到 我在11月1号告诉你 这个军用无人机要发展了 那你看到 10月1号直接供涨停板 它是开高以后震荡一下涨停 那11月2号开高以后震荡一下又涨停 其实它都有让你上次的机会 11月3号开高以后拉回来再涨停 你看这档个股就从这个地方 10月20号这个地方 从这里 我跟大家讲这档个股 是这一次台美军事合作 最大机会的一档股票 军用无人机 从这里到现在 到今天为止涨了57% 涨完了没有 还没有 我是认为还没有涨完 军用无人机国家队 要成立会找雷虎 还有民用的商机大 也是雷虎 所以它的EPS去年 大概没有赚到一块钱 就零点几而已 没有赚到一块钱 今年上半年也没赚到什么钱 那股价为什么先供上去 我认为后面它就是 后面它就会吃到订单了 吃到国家的订单 国防订单 这个一定在商讨当中 所以吃到人就已经开始 先卡位进去买了 所以股价它在领先 领先反应在未来 它是反应未来 它不是反应过去的东西 所以你说这个雷虎没赚钱 怎么没赚什么钱 怎么股价涨那么凶 因为它告诉你嘛 它就是股价就先跟你反应嘛 反应说它未来就是要接到 国用军用的国防部的 台湾的无人机战舰的订单 那再加上台湾的民用的这个商机 也相当大 我有跟大家讲说 现在接下来你会发现到 像这个台湾的这个消防队 每个消防队的分局 可能都会放无人机 因为你这个火灾现场 包括像你这个山上 山上不是有时候失火吗 或者有山难 你人上不去嘛 你用最快方法就是无人机上去 这个后面这个商机真的很庞大 它用途非常的广 所以你这个地方 你要我讲一天也讲不完 我只是跟你讲 揍你就是它根本没涨完嘛 这几天我都一直跟你讲嘛 它都开高以后涨停 开高以后涨停 今天就直接开高拉下再又涨停 已经涨57%了投资朋友 它是不是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你一档个股你买进 这档个股你买进了 它是不是解决你所有的套的问题 很多跑出这波往下跌嘛 所以大部分人都套牢嘛 对不对 基本上我们也有股票套牢 但是呢 我们这档个股呢 就可以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 它一档就可以涨五成以上 重点是还没有涨完 重点是还没有涨完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哦 这个新胜利 我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讲 我说它会创新高 因为它的获利它的营收 是倍数成长 9月份的营收比去年成长三倍 那我也讲过它为什么它会成长 会倍数成长 因为欧美的这个电动自行车 开始在风靡了 所以它的业绩在做一个倍度成长 那我也节目上我也讲过说 它的9月份营收获利比去年成长三倍 我认为10月份也不会太差 那现在是11月初嘛 接下来11月10号会公布它9月份 10月份的业绩嘛 所以我觉得在公布业绩之前 可能还会再涨一波 所以这档个股呢 你看它最近是不是创新高上去 然后在那边做一个震荡 那么会震荡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量 其实爆得蛮大的 也就是低点区呢 我在节目上跟你讲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不买不敢买嘛 因为当时盘不好嘛 盘不好所以不敢买 结果真的创新高上去了 那创新高上去呢 就很多人去追了嘛 一追开始就开始给你拉回来 做震荡 那这种震荡盘怎么办呢 像这种震荡怎么办 我跟你讲说设好停利点嘛 不怕震荡 我们都设好停利点了 我们成本也是比较低嘛 所以也不怕它震荡 因为它接下来在 我刚才有跟大家讲 接下来在11月10号之前 他们要公布10月份的业绩 那公布业绩应该不错 所以它应该还有机会再走一波 还有机会再涨 所以我不管它到这个地方 这个量那么大上影线 是不是在那边做震荡 反正我们只要把这个停利点设好 我们就不怕它震荡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 第一个我们会选择它的产业 一个好的产业 我们会做一个进场做布局的动作 那接下来 当它往上涨的过程里面 开始出现剧烈的震荡的时候呢 我们用技术面操作 它技术面只要没有跌破 我们的停利点 我们都会虚报 因为表示呢 它按照我们预期再走 那如果说它跌破我们的停利点了 当然我们就破例出场 我们再换下一档股票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不晓得 怎么设这个停利点 基本上你可以用五日线 但是我不是用五日线 我是用我独特的操盘的方法 因为五日线太简单了 大家都会 好我们再看下一档个股 我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讲说 这档个股是Intel将推出新的伺服器 这里底部爆量 这里是一个进货量 我说后面会涨一波上去 这个昨天我也跟大家讲 是什么股票 金居嘛 金居 那是不是攻一波上去 那么攻一波上去完以后呢 近期来讲在那边做一个震荡 那我认为这档个股呢 因为它的产业开始进入成长期 Intel这次推出了这个新的伺服器 这个Eagle 我认为呢 它在今年第四季 跟明年第一季开始 正式出货之后呢 金居呢 它具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所以我认为 其实有些电子股 它的产业可能还没有进入一个成长期 它可能还在一个调整它库存期 但是其实有些产业 它已经进入一个成长期 那我认为金居就是这样子的股票 它做铜箔的嘛 所以它股价 它股价我认为还是会震荡走高 我们这两个我还是持续暴老 我认为还有高点 好 接下来就重点了 这次很多人想说 老师我想买下一档 像雷虎能够涨五成涨一倍的股票 我跟你讲 能够涨五成涨一倍的股票 股价一定是第一个 它已经跌得要够深了 这跌到十年线的股票最有机会了 我在节目上我们跟你讲说 你看那个友达 你看那个面板股友达 你看那个南亚科 低润股南亚科 你看他们涨多少 他们涨四成了 快要涨到五成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跌到十年线 所以我认为像这档个股 它也跌不到十年线 认为这边就是买点 像这种个股 你看这个十年线 你不要想看十年线的威力 那十年线的股票 回到十年线的股票 我们不要说它回升 因为回升是创新高 我们只要算它一个反弹就好了 一个反弹都到五成 可能都挑战一倍了 因为它跌够深了 跌到十年线 如果它产业又开始 出现一个正成长的话 那就不只涨五成了 就挑战一倍以上 所以我认为十年线的股票 是一个非常好买点 我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讲过 有些个股它跌到十年线了 它是真正非常好的一个买点 那你看 它这个底部已经打出来了 那今天也是正式突破这个季线了 那底部爆这个大量 你看这个底部爆大量 就是低档有人在吃货 这是有人在吃货的讯号 投资朋友 那为什么这个低档区 这个地方这边都没有亮 这边完全都没有亮 你看它往下跌一路都没有亮 无人问津嘛 因为这里为什么突然爆亮了 有人进去了嘛 有人进去了嘛 那谁进去了 就主力大户进去了 那为什么要进去 因为它知道它的业绩 它的获利性 它的成长性可能已经到底部了 开始要往上面动 所以像这种回到年线的股票 它未来最有可能涨五成 最有可能涨一倍 所以你要把握像这样子的标的 像这样的股票 好这次我们推出的反败为生的专案 就是要逢低布局十年线跟被错杀的成长股 我们会有专人清单 要把握机会的投资朋友 未来能够挑战五成 能够挑战一倍的股票 现在你就要布局 现在你就要布局 如果你已经错失掉这个雷虎了 投资朋友 现在你务必要跟我来做逢低布局 十年线跟被错杀的股票 因为这种股票 它才有机会涨五成涨一倍 可以让你反败为胜 可以把你以前你所失去的全部找回来 所以请打我们亲人 钻带这个钻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好今天讲到这地方 祝大家超顺利 年见谢谢 本投顾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赐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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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